嗨 各位好 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隻蛙寶 已經投胎了 那這隻蛙寶 投胎的前因或果 我沒有到很清楚 那這是一位蛙友 他在飼養蛙 這是在水族收的蛙寶 你看 還比我的大拇指還要小 差不多在我的小拇指左右而已 那他在飼養的過程 剛好 應該是說 前檔我先把他省略掉 他就是因為 感覺自己的蛙都不吃 很慵懶 怪怪的 那我就請他 把蛙 拍給我看 好 那再麻煩請他 看一下他的肚子 讓我看一下 結果 我就發現到 他肚子這裡 各位肚子這邊 還有一些少許的小 小傷口 我就跟他講說 這一隻已經 腸胃已經 腸胃已經 出現感染的問題 對 當時還有活動力 還有活動力 剛好在台中 脫了大概 他這個狀況應該 超過一個禮拜 我的意思是說 到我發現的時候 應該是超過一個禮拜 那 我就請他 有空 就是 趕快帶來給我看 我看 我可以幫他治療看看 昨天到今天 也不到 不到 24小時吧 還是 走了 還是走了 我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要在水族 收的挖 或者是 在其他地方收的挖 各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挖的健康 你一定要 多注意一下 多注意一下 那 禁養非常重要 我一直強調 禁養非常重要 你收到了挖 你不要急著餵食 挖非常耐餓 他不會 因為你的一餐 就吃飽 或者是 沒有你這一餐 他就餓死 不會 好不好 對 你收到挖 禁養一到兩天 你到三四天沒有餵食 他都無所謂 但是他需要有水分 有需要有水分 那我現在抓起來 因為他現在這整隻都已經細菌了 我不想要再用手 手抓 我要翻過來給各位看 這個就是典型的吃魚啊 吃魚 吃飼料不會這樣子 吃魚 食物敗壞在裡面 沒有辦法消化 細菌感染整個 你看 皮靴 通常健康的皮靴是白色的 透明白色的 不會有這種黑黑的物點 不會有這種黑黑的 你看 你這邊用傷口 那這就是 他的 肚子裡面黑黑的消化系統 這食物敗壞在裡面 細菌感染 早期你發現 都還來得起 急救啊 當然方法 可能各位家在搜尋我影片 因為那個講到來 又一大堆了 我現在只是 要特別跟各位講說 說到了我 你真的要特別注意 好不好 黑色 有的你看起來 黑色 它那個是糞便 或者是它的器官 不是這種 黑青 我所謂黑青 是已經 黑到整個都爆青 或者有的肚子 都已經脹氣的那一種 你看這個又有傷口 我收到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傷口了 當時那個蛙油 它給我看的時候 我第一個判斷就是 它已經生病了 對 那水族的蛙 如果真的各位 看到非常喜歡 水族的蛙 我還是建議各位 你要收可以 你要特別注意它整個 我有說過 眼睛 還有它整個身上的色彩 還有肚子 對啊 OK 對啊 我待會就幫它買了 建議各位要收花之前 還是多注意一點 尤其在水族 OK 謝謝